将每一个特征点相互连结出来 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男性 在这个场域正在做什么事情 独特的骨干分析技术 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 分析民众行为动作 运用在平交道场域 可以遏止意外发生 台湾新创公司采用亚马逊AWS 云端平台 目前已打入日本市场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打进日本市场 是因为我们是用骨干分析 不去针对他们人脸做分析 日本运用其实有像是JFE 日本大型铁道工厂 系统其实带给 不管是JFE或是铁道公司 很大的价值 料储存的量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们的商家的被子 已经到了快2000家的用户 那如果我们是在 不用云端的solution的话 那其实会耗掉非常多的资源 与亚马逊AWS云端平台合作 让创新公司更着重在技术开发 智慧型POS系统与行动支付 以及外送平台合作 在后疫情时代 协助餐饮业者提升业绩 疫情的关系 那很多的店家开始朝向外送 跟外带这种服务 转型到新的POS系统 所以目前这个市场 一直在成长当中 亚马逊AWS云端平台 在台湾举办研锡会 提供创新伙伴交流机会 国发会主委 公民兴也亲自出席参观 这些新创可以透过这个跨国性的一些平台 可以到把他的solution推荐到海外去 整合一个很好的solution 那也有助于他们在海外的这些solution的一些竞争力 亚马逊AWS 微软Ager 以及Google Cloud 云端平台服务 三大平台都在台湾市场布局 国发会也期待台湾新创业者 与国际云端平台合作 推出好的解决方案 拓展国际市场商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静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